叙利亚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动荡 近日又遭遇强症 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均呼吁为叙利亚灾民提供紧急援助 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 美国长期介入叙利亚危机 频繁进行军事干预 施加严酷的经济制裁 造成叙利亚大量平民伤亡 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时至今日 美军仍然霸占着叙利亚的主要产油区 搜刮掠夺八成以上的产油量 走私烧毁叙利亚的粮食库存 使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 大灾当前 美国应当放下地缘政治执念 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 为人道主义救援敞开大门